这节我们讲实用的一个话题 如何断是否得朋友相助 这个社会挺奇怪的 有的人老是能交到好朋友 老是能交到好朋友 有的人交不到好朋友 处处受朋友所害 钱被骗了 便宜也被别人占了 有的可能老婆也被别人抢走了 都有这种事 有的朋友也特别好 给自己支持 给自己人各方面应用关心 应用帮助是吧 其实 在八个钟当中已经有了标志 大家记好了 声望的话 一般得不到朋友的相助 一般情况是上 并不说所有情况都得出现了 身弱一般都能得到朋友 当然也不是说绝对的 但是大部分情况是上的 得住的情况是 笔肩结材起了好队 这句话应该是正确 如果起了一种好队问题 笔肩结材起了坏队 应该是受欠的 这怎么来理解呢 我们几个例子 比如说你 还是拿悟图去例吧 如果你要声望 这个悟图在这边 是不是既行啊 这就是受欠的图类是吧 那如果我们换个位置 神望 那个悟图生根基 是不是继承生的用适啊 其中的好作用 这时候就能帮助 根基因是什么 财源 如果你做生意 那就是你朋友 给你介绍 客户是不是 给你带来财路 就是这个意思 相反啊 如果是渗弱呢 如果是渗弱 渗弱的笔肩应该会用成 结果是不是 这是什么 这是朋友给自己带来麻烦的 让自己操心是不是 处处给自己找麻烦 如果是这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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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不同了 这是不是朋友就是帮自己啊 帮自己跟朋友一起合伙 做生意 一起求财 而且成功了 而且对自己很讲义气 该分走分多少就等了 所以说重点是作用 看这个八字 这八字是深 弱 因为只有一个头脑吧 好 我们看看笔肩结材有没有啊 八字当中 哎 这八字还没有笔肩结材 没有笔肩结材 应该怎么怎么做啊 大家那个 这么急 理解心啊 八字中存在的笔肩结材 就是说永远能帮自己 就是说自己时时刻刻 周围都是这样的 就是好的兄弟妹啊 好的朋友来帮自己 八字如果没有的话 就在大运永远能出现 只能说在大运永远那段时间 有好兄弟妹妹 或者好朋友帮自己 八字有的是永远存在的 大运永远是暂时的 就这个意思 比如说他深入 大家看看啊 走到人影大运的时候 人水深井木 萤幕是很旺啊 萤幕是不是 可以注意啊 其作用是不是挺好的 所以这时候呢 得兄弟姐妹相助 呃 如果咱们要细究的话 细究的话 我们看情况会怎么样 萤幕号有金是不是好啊 啊 啊 当然这个作用还比较特殊 因为有金生亥是好的 有金生亥是好的 有金生亥是好的 如果背号就不好 当然那个 本来这个有金是继续 其实在背号也可以看得好 这种地方可以看得好 因为继续背号就比较好 也比较好 萤幕戏还是凶的 但是最终最终看得去 被萤幕好奇 萤幕是不是继续来做它 也是好了 萤幕深圳的火火炮 萤幕形似火是不是好 总体来说 DG对应还是好一些 啊还是好一些 所以说总体这个运行 兄姐妹啊 或者朋友和自己带来的 是不是还是好处多一些啊 比如说财上面 或者世界上对帮助 还是好的多一些啊 烦恼也是有 但是要少一些 怎么这么理解 但是如果是在天然出现就不一样了 比如说今年甲午 是不是啊 甲午就不一样 甲午是直接可以住的 直接可以住 甲木耗薪金啊 嗯好 甲木甲起荷土不好 土为寄生 嗯 这么看的话 怎么是不是也有一半好 也有半不好 事实情况下 那个还真是这样 他有的朋友带来不少麻烦 有的朋友确实能帮助 尤其自己的姐妹啊 给自己的帮助团搭了 怎么说呢 这个人因为他的作用特殊 只能说 嗯有好有坏吧 有的方面能帮自己 有的方面能帮自己 也不是说纯粹害子 也不是纯粹帮助 那种 看这个 看这个是声望 声望的话 大家看一下笔尖 笔尖 结彩就在周围 是吧 最后肯定是大熊嘛 所以说他用这一身 是磕磕磕 受到自己的朋友 兄姐妹已经拖累了吧 事实情况下 也真是这样 大家看一下 在 新卯 割引 金身水 水棒的时候是大熊 所以说这个一点 兄姐妹这里再来的扣石啊 麻烦特别多 好的 今天课讲到这里吧 接着跟着说 好 好 感谢观看